今天是香港回歸16周年 官方大肆宣扬庆祝活动 不过受到外界关注的是 已经连续举行10年的 真普选游行 就算台风即将来袭 上万香港民众不为风雨 还是走上街头 怒吼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 并且高喊普选才是真正的民主 不为台风接近的风雨 上万香港民众上街抗议 梁振英政府要求立法会 特首直接普选才有真正的民主 高举英国殖民地的旗帜 还有我是香港人的衣服 抗议民众强调香港的自主 要跟梁振英和中共中央政府对抗 原本大陆官方承诺 2012年双普选票票 让香港人相当不满 要求2017年真正实行普选制度 现在梁振英就是把香港吃话了 就这样子 我就告诉人家 我们香港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 如果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的话 我宁愿做香港人 民众告上警察 要求加开马路能够上街 由于这次香港一传媒总裁 黎振英和许多议员都纷纷遭到恐吓 警方加强警力 出处可见 密切转控 留心团体包罗万象 反对党 社运团体 学生联盟 甚至连香港艺人都走上街头 要求民主制度 无论是普选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香港民众在7月1号这一天 上街表达心中不满 梁振英政府失去民心 未来将受到什么样的挑战 备受关注 约电TV 林云晨秀 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